昨天淹没在陈聪明新闻当中的 还有一项影响年底五度选情的重大变化 就是民进党在大台南市的选情 可能有望舒缓 昨天陈唐山宣布退选 民间现在最关心的是2011年总统这件事的选举 很多人问说这个选举人选举人 变成是不是能够出来 也是一个关键的性质 如果放掉这我就要对头到位 考虑几六百年 要陈唐山挺苏焕智 他要考虑好几百年才能决定 这代表陈唐山挺谁 决定了吗大老 陈唐山跟苏焕智是交恶的 所以考虑好几百年 就是等于连考虑都不用考虑了 那我觉得陈唐山会宣布退选 是因为他民调大概落后 民调已经落后了 我觉得是民调是落后 大概在第三名以后 第三名以后 所以他较小的大势已去 所以就做个漂亮的 但是他会支持谁 我觉得今天很多媒体都说 他会转向支持赖清德 那我觉得这个推测是因为 他昨天就不如骂了 这两位现在的行政首长 就是他们资源多 所以你们才领先 那我落后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那如果第一名跟第二名的 都他都骂过了 不是第二名跟第三名的 他都骂了 那就剩下赖清德 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 这个情形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陈唐山的背景 是所谓养毒了 就是说海龟派的 就是说从海外回来的台独联盟 那海外回来的台独联盟的盟元 跟新茶流系 一向是何不容的 这个就是土毒跟洋毒的 远远流产的 而且他还念之在之说 赢的就是为了要救阿扁 的矛盾 所以那更不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他昨天的退选 对许天才是有利的 因为许天才也是海龟派的 泰独联盟 所以是同一边的 对 甘狗的 那苏范智现在不是 头靠毛利秀 当然毛利秀 所以说他要找时间请益嘛 我跟你讲 真的是好朋友的话 不需要找时间 冬天晚上就请益了 你知道吗 还要找时间请益 就是表示这个请益 在时间上的安排都有困难 可你也要等一半年 宣经广告